在2024年 人类只有25年的寿命 所有人的手臂上都会出现一个倒计时 一旦时间归零 就会立马见到太奶 唯一活下去的办法 就是不停地靠劳动换取时间 时间更是代替了金钱 吃饭购物都要支付时间 穷人每天必须疯狂工作续命 一旦摸鱼 就有可能直接没命 而富人却代代永生 奶奶和孙女看上去就像是亲姐妹 在这个世界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生命 穷人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时间 而威尔的生命只剩下24小时了 为了活下去 她每天必须拼命工作 从来不敢怠慢 而她的妈妈今年已经50岁了 看上去依旧年轻 这是因为她们的容貌永远只停留在25岁 妈妈好不容易存下了三天时间 但是明天就要花掉一大半用来支付房租和水电 不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威尔很懂事 早餐只买一杯打折的咖啡 每天都是跑不去时间机器厂上班 时间机器厂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 威尔天天都加班到很晚 但老板却经常以各种理由客扣她的加班费 威尔却敢怒不敢言 因为如果被开除了 她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找到下一份工作 只能来到酒吧找自己的好兄弟吐槽 却发现今天酒吧里来了一个大富豪 手腕上的时间竟然有116年 任何一个在平民区生活的人都没见过这么多时间 这也导致很多人都盯上了这个富豪 威尔好心过去提醒对方快点离开 不然很快就会有人过来抢劫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一群时间大到冲进了酒吧 要对富豪动手 关键时刻 善良的威尔出手救了她 成功甩掉了大刀 结果富豪不领情 还怪威尔多管闲事 这让威尔头大了 富豪说到自己已经活了105年 这样永生的日子 她真的活腻了 来到平民区就是为了找死 威尔看到自己仅剩18小时 真想上去给她一个大鼻头 富人又说了几句话 威尔彻底的猛了 为了控制人口的数量 平民区的物价会不停的上涨 不然都像富人一样永生 那社会的资源就不够分了 富人又随口提了一句 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么多时间 那你会怎么做呢 威尔的回答让富人出乎意料 那我就不用一直看手臂了 第二天 威尔醒来还是习惯性 瞅一眼自己的时间 居然足足多出了116年 原来是富人偷偷把时间全部给了她 旁边的玻璃上还写着一句话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威尔通过玻璃看向对面的大桥 富豪正坐在桥的边缘 随着他手上的生命到即时结束 整个人便坠入了河中 威尔虽然还是不太理解 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赶紧离开 不然被人看见了 自己可能会被当成凶手 他先是找到了自己的好兄弟 直接赠送了10年给对方 然后又买了一束鲜花 在公交车站等妈妈下班 他已经计划好了 要带妈妈去富人去过更好的生活 可车到站后 他发现妈妈竟然不在车上 原来妈妈下班后付完房租水电 就只剩下了一个多小时 原本一个小时支付车费 就正好可以和威尔会合 到时候威尔就可以再分给他一些时间 但今天公交车突然涨价 需要支付两个小时 妈妈付不起 司机也很冷血 他只能选择一路狂奔 在时间耗尽之前快点和威尔碰面 威尔这边也心有灵犀 意识到妈妈可能有危险 于是也撒腿狂奔 母子二人开始和世间赛跑 只差了一秒钟 就因为公交车临时涨价 威尔永远地失去了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妈妈 威尔终于明白 那个富豪为何会对这个冷漠的世界失望 也就在这一刻 威尔心里埋下了一颗 想要重建这个世界秩序的活种 为了防止穷人家里蹲 富人们直接取消现在的支付二维码 全部改成寿命支付 所有人活到25岁后 手臂上就会出现一个倒计时 时间是一年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不去打工挣更多的时间 那么倒计时一结束 你就会立马见到太奶 而富人只会长命百岁地活下去 除非活得不耐烦了 就有可能把时间施舍给穷人 活在底层的威尔便侥幸得到了116年的时间 决定脱离平民区基深富人区 他叫了一辆豪华专车 司机一开始有点不可思议 平民区怎么会有人打得起他这种豪车 但一看威尔手腕上的数字 瞬间换了负面孔 从平民区去富人区要经过三个收费站 第一个需要支付一个月的时间 第二个支付两个月 第三个需要支付一年 权贵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人分成369等 威尔刚来到富人区 就发现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因为他还保留着在平民区的习惯 一走路就会忍不住跑 要知道在这个地方根本没人会赶时间 于是他也开始让自己脚步慢下来 在五星级酒店开最贵的套房 还找服务员打听有钱人一般都喜欢在哪里玩 服务员告诉他就是对面的皇家赌场 威尔走进去一看 这地方果然不是一般的好 光入场费就需要支付一年的寿命 威尔直接坐上了一张赌注最高的牌桌 坐他对面的是时间银行的行长 这家伙有将近一万年的时间 发现自己拿到了一副大牌 就直接把赌注加码到900年 这时候威尔如果想开牌 就必须赌上自己所有的时间 威尔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开干 很快 威尔手腕上只剩下了最后三秒钟 这种不要命的赌博方式 直接把行长的女儿阿曼达给看傻了 威尔这一把牌成功赢到了1000年时间 行长觉得威尔不是一般的有魄力 于是邀请威尔第二天去家里参加派对 在派对上 威尔见到了行长的家人 他们看起来像是姐妹花 实际上是祖孙三代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 只要时间花不完 就可以长生不老 永远定格在25岁 不过威尔很快就看出 却过得并不快乐 因为一举一动都被保镖监视 就连跳个舞都要先得到批准 于是威尔趁保镖一步留神 直接把阿曼达带到了海边 然后就开始脱衣服 阿曼达一看威尔耀光屁股下海游泳 立马感到匪夷所思 阿曼达作为一个从小就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哪能抵抗得住这种狂野而又没穿衣服的帅小伙 平民区的穷小伙跑富人区掉金丝雀 凭借自己狂野奔放的魅力 成功攀上对方 本以为能当上门女婿 不料两人刚回到女方家里 一群警察就冲到了现场 把威尔摁在桌子上 扣押了所有的时间 只留两个小时给威尔主动认罪 原来之前那个富豪的尸体被发现了 警察认定威尔就是凶手 威尔发现无论如何解释都没人愿意相信他 大家对他这个来自底层的穷人 有着与生俱来的偏见 于是只能抓住机会夺下一把枪 劫持了阿曼达当人质 阿曼达毕竟是行长的女儿 警察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眼睁睁看着威尔逃离现场 但好像威尔从这一刻开始运气就变差了 逃到半路 车不小心撞翻了 阿曼达的时间也被平民区的时间大到抢走了 等到两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各自的时间都只剩了半个小时 威尔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自己的好兄弟续命 毕竟之前刚给过对方十年时间 可敲开门才发现 好兄弟由于一夜暴富 控制不住花天酒地 没两天就把自己给喝死了 看来有时候穷人诈富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时候阿曼达再一看表 只剩下了两分多钟 幸好身上有钻石二环 两人一路狂奔来到了一家当铺 赶在最后几秒钟换到了两天时间 终于暂时把命给续上了 接着又来到了电话亭 开始给阿曼达的行长爸爸打电话 要求支付1000年时间当赎金 不然就4票 可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 赎金都没有到账 这下阿曼达也坐不住了 决定亲自打电话问老爸 只是电话刚接通 警察就通过定位找到了他们 为了救威尔 阿曼达头脑一热选择开枪 威尔趁机抢走了汽车 恢复冷静的阿曼达觉得自己很荒谬 现在直接从无辜的人质 变成了袭击警察的逃犯 干得漂亮 爱情这东西是真的容易上头 既然都走到这份上了 两人一合计 一不做二不休 一起去劫富济贫 一开始 他们专抢富人 然后把抢到的时间 分给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但很快发现这样的效率还是太低 于是直接换了一辆大货车 去抢资本家的银行 一部分时间随机发放给路人 一部分直接充值到时间救济站 以确保那些快没时间活下去的低保护 每天都能领到一些免费的时间 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因为他们劫富济贫的举动 导致平民区物价飞涨 相当于白杆 于是阿曼达提议 不如干一票大的 由他来当诱饵 直接去抢他的行长老爸 毕竟他爸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资本家 保险库里还藏着一百万年 当时行长老爸也是懵圈的 这到底要干多少缺德事 才能生出这么贴心的小棉袄 看着两人要把时间存储器拿走 行长老爸语重心长 不停地劝 财富平均分配给穷人 并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相反会变得更糟糕 因为人性归根结底是自私的 永远都不会满足 用不了多久 这个世界又会变成富的人越来越富 穷的人越来越穷 但威尔觉得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成为你们这些资本家残忍压榨穷人的借口 他想要的不是让所有人都得到永生 而是让所有人有出生的那一天 也有死亡的那一天 这才是这个世界该有的秩序 事后 两人带着时间存储器 一路躲避警察的枪林弹雨 来到了平民区 把时间分发了出去 平民们也自发地挡住警察 为他们争取到逃脱的机会 但是有一个警察特别的敬意 一直没有放弃 最终在野外追上了他们 但比较讽刺的是 资本家雇这些时间警察替他们卖命 却也只愿意支付微薄的工资 时间会每天打到警车上 但这个警察光顾着干活 忘记了领取 由于威尔和阿曼达本身 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干这最后一票 所以他们也没给自己留时间 可就在两人准备共赴皇权的时候 威尔突然发现警车就停在不远处 命运总是出奇的相似 威尔拼命跑到警车上 领取了原本用于发放给警察的两天工资 然后争分夺秒的折返回去和阿曼达会合 好在这一次他成功 电影最后 平民区里所有的穷人都团结一致 世界终于恢复了平衡 而威尔和阿曼达继续走上劫富济贫的道路 中国老太太首次进入赌场 自信地推开人群坐在赌桌前 将所有财产兑换成筹码 看着众人下注 老太太也拿出一枚筹码 随着性感喝关启动转盘 小球在转盘里动刺打刺地迅速跳动 最终稳稳地停在8号位 老太太中奖了 眼看自己原本不多的筹码瞬间翻倍 她决定乘胜追击继续下注 出乎意料的是 她居然又中了 看着筹码成倍增长 老太太决定玩一把大的 眼睛都不带眨 直接全压 小球在转盘中飞速运转 老太太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但没过多久 小球再次稳稳落在8号位 众人都被老太太逆天的欧气震惊了 然而老太太希望大家可以共享她的好运 只要你们在评论区留言 就可以直接吸收她的好运气 一夜报复不是梦 老太太凭借自身逆天的欧气 在赌场赚得盆满钵满 无论是骰子还是排酒 她都能稳操胜权 这引起了赌场老板的注意 她派手下把她请进了VIP包厢 里面都是赌场安排的托儿 打算让老太太把钱输回去 可是在好运的加持下 老太太总是以各种离奇的方式获胜 玩得格外兴起 甚至用眼神调戏旁边的老头 准备来的财色双收 为了显示自己的气魄 老太太将赢得的几百万全压上了 谁都想不到 老太太有爆棚的好运 是因为自己老伴升天了 就在几天前 神婆告诉她 她天生财神 可惜老伴压制了她的财运 导致她一直不能发财 但现在她老伴已经去世 意味着她的财运将会起飞 于是老太太按照八月初八的预言 去银行取钱 没想到正好赶上银行八周年 她拿到以巴结尾的号码 中了八代大名 终于相信了神婆的话 于是来到赌场一展身手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她把赢来的几百万全压上市 时间刚过了午夜十二点 随着荷官揭开排面 老太太好运结束了 这次输光了她的全部财产 从一夜报复到一贫如洗 这样的祈福让她无法接受 于是老太太愤怒地找到了神婆 神婆告诉她 那是因为八月初八过去了 好运的爆发刚好失效了 而她本是天生的财神 再过几天到八月十八 会有一笔天降横财 老太太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日子很快过去了十天 但她一整天都没有等到所谓的横财 于是 她准备坐车去找神婆算账 然而在途中 老太太原本寂寞地坐着 旁边的老灯一个劲得要和她贴贴 老太太不胜其烦 仔细一看 这老灯居然领盒饭了 老太太刚想招呼乘务员 大巴突然强烈地晃动 一个包裹搜的一下掉在了她腿上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居然装着满满的现金 她记得这是旁边这个老灯的包裹 难道这就是神婆说的横财 但她也注意到老灯脖子上有一条龙的纹身 这是当地黑帮的标志 看来老灯身份不一般 老太太纠结片刻 偷偷拿着老灯的包离开了车 回到家后打开包仔细清点 发现里面竟然有88万美元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600多万 老太太一想 反正都一把年纪了 管她是什么钱 花了再说 从那时起 老太太变得更加傲慢了 买菜只买80块一斤的 榴莲也整箱整箱地买 她就是要任性地奢侈消费 可她还没来得及进行 两个当地小赤佬就找上了她 老太太刚失去老伴 神婆却告诉她三天内必定发大财 结果第二天 她真的捡到了一大袋现金 连忙上香感激老伴的保佑 还贴心地在旁边放上一本美女杂志 如今一夜报复自然要大肆挥霍一番 然而老太太并没意识到 这笔钱将会要了她的命 还没尽兴几天 两个小赤佬来到了她家 自称是红龙帮的手下 原来那袋钱是他们帮派的 威胁老太太交出钱财 老太太立马装傻充了 坚决否认自己拥有任何钱财 两个小赤佬不愿放弃 试图搜身 老太太只好使出了绝招 我认识你阿姨的 小赤佬不敢轻易断定她说的真实性 害怕老太太找家长告状 只好留下威胁的话语匆匆离开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老太太也是在道上混的 她随即在路边找到 另一个帮派中粮帮的街头人 准确说出暗号后 成功被带进了地下室 接着穿过走廊进入到秘密基地 老板问她想要什么 老太太表示要雇一个保镖 结果让老板误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老太太没心情和她扯皮 直接了当地说自己被红龙帮盯上了 这下老板相信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随即表示一个保镖八千美金 可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老太太开始发挥砍价的功力 直接砍到了五千 还指明了要角落里的猛男 老板连忙拒绝 这猛男可是帮派的头牌打手 老太太不服了 所以你其实是想给我劣质保镖了 那那两千块 刚才不是还说五千的吗 五千块是他呀 一分钱一分虎 于是老太太以两千块的价格 雇佣了胖胖的呆头作为她的保镖 那两个小吃老对呆头强壮的体格感到忌惮 不敢轻举妄动 可就在这天 老太太在理发店做头发 让呆头出去帮她买点茶叶 没想到呆头刚一离开 小吃老们就闯进了理发店 对老太太进行恐吓 买完茶叶回来的呆头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小吃老们也决定硬碰硬 掏出匕首向呆头扎过去 小吃老的战斗力在呆头面前根本不够看 呆头直接一手一个小吃老 刷的一下就把他们丢出理发店 从那以后 老太太更加依赖呆头 绝对不允许她离开身边 甚至上厕所都要让她守在门口 可就在这天 呆头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由于老太太家里信号不好 呆头来到外面接电话 但万万没想到 那两个小吃老不讲武德 竟然袭击了呆头 然后他们来到老太太家 将屋子翻得乱七八糟 老太太意识到有人进了屋子 趁小吃老不注意 悄悄来到厨房 抄起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走到小吃老的身后 可很快就被另一个小吃老夺走了武器 还被用力推倒在沙发上 趁小吃老不注意 老太太抓起茶几上的花露水 对准小吃老的眼睛直接开喷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小吃老 千军一发之际 呆头赶回来了 谁曾想小吃老就这样赶了 两人赶紧将他的尸体包起来 扔进垃圾箱 接着他们假装一切正常地继续生活 可就在这时 中良邦的老大方姐找到了老太太 如今方姐已经调查清楚了老太太的一切 他要求老太太交出内部属于他的东西 以免惹麻烦 老太太面对方姐的暗示 选择装傻 出乎意料的是 碰一鼻子灰的方姐并没有生气 反而慷慨地送了老太太一杯茶 中国老太太刚喝一口82年的茶 没一会就失去了意识 等她再次醒来时 方姐已经不见踪影 老太太想要离开 却被一个标形大汉拦住了去路 方姐叫老太你放下呀 老太太一听 匆忙找借口说要上厕所 司机怕他跑了 紧追其后 可跟进来后发现 里面只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对不起 等司机离开后 老太太才从柜子里钻了出来 她以为安全了 可没想到 前脚刚甩开了司机 立马就遇到了红龙帮的小赤狼 老太太急忙转身逃跑 在逃亡的过程中 她还顺手喝了一杯茶 就在这时 碰上了四处寻找她的司机 而红龙帮的人也已经追了上来 司机让老太太躲进一间屋子 自己则留下来与敌人交火 枪声随即响起 当老太太走出来时 她看到双方都全部倒下了 突然 她感到一阵剧痛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被榴弹擦伤了 老太太匆忙回到家中 很快注意到了一张纸条 原来是红龙帮多次失败而及了 绑架了她的孙子 老太太瘫坐在地上 然后从米袋中拿出之前捡到的钱 准备去交赎金 这时 呆头出现了 看着满地的现金 立刻明白了 为什么红龙帮对老太太有敌意 她坚决要将这些钱交给方姐处理 老太太无奈之下 只好装了一包废纸前往约定地点 可谨慎的红龙帮选择先焰火 在拉链打开的瞬间 老太太的伪装立刻被识破 愤怒的红龙帮头目准备撕票 老太太吓得跪在地上 并承诺愿意打工偿还这笔钱 但头目根本不为所动 就在这时 一颗子弹突然打中了头目 随着四周的枪声和哭喊 方姐亲自带队缓步走来 原来 这一切都是呆头的功劳 趁着红龙帮溃步成军 老太太想要借机去救孙子 然而一颗子弹击中了她 幸好呆头就在旁边 不顾枪林弹雨 把老太太和孙子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场由意外的财富引发的灾难终于结束了 老太太重新回到了平静安逸的生活中 不同的是 她与家人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因为这次经历让她深刻明白 她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拥有这些关心她的家人 凶悍至极的斗犬是如何养起来的 第一步 利用打磨机将狗的牙齿修整的极其锋利 接着又是狗咬住一块生肉 然后用力拉扯 训练狗的咬合能力 接下来将它绑在跑步机上 当它的速度减慢时 便用鞭子抽打 锻炼狗的耐力 最后 饿它三天三夜 将骨头固定在木板上 当狗实在无法忍受饥饿时 便会疯狂撕咬 接着在它面前装出要抢食的模样 狗的最原始天性就这样被完全激发出来 即便它曾是温顺乖巧的宠物狗 如今的表情只剩下凶悍 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残忍的斗犬哈根就此诞生 训练好后 哈根会被带到地下斗狗场 到处都是被咬死的狗狗尸体 人们像处理垃圾一样将它们处理掉 哈根的对手是一只纯种的大黑狗 比赛很快开始 两只狗疯狂地搏斗撕咬 最终哈根打败了大黑狗 鲜血染红了哈根的毛发 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铜类 哈根眼中充满了沉重的悲伤 它不知道自己为何变成这个样子 突然 斗狗场停电了 混乱中 哈根趁机逃出 成功逃离了这个充满血腥的地方 它疯狂地奔跑 同时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谁也没有想到 从这以后 哈根成为了狗界的领袖 无可匹敌 不管什么犬种 在它面前都得低下头 因为它是一只千百年来最勇猛的狗 无人能敌 哈根原本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陪伴着它的主人莉莉 然而有一天 莉莉的母亲出差 将莉莉交给了继父照顾 继父看到莉莉带着狗 非常讨厌 因为它的公寓不允许养狗 但是拗不过莉莉 它还是带回了哈根 晚上 继父不停地嘟囔 要求那只脏东西自己待着 莉莉偷偷将自己的牛排喂给了哈根 结果被父亲发现 遭到训斥 晚上 父亲坚决不允许哈根进屋睡觉 将它强行关进了浴室 浴室的潮湿和黑暗 让哈根发出了呜呜声 让父亲有些生气 因为影响到她的睡眠 莉莉拿起哈根最喜欢的小号吹奏 为她演奏了哈根最喜欢的音乐 还陪伴哈根待在浴室里 整夜都在那里度过 第二天一早 物业人员上门找他们 有人举报他们家有只狗 在这个小区养狗需要交纳税款 他们表示如果不交钱就要带走哈根 莉莉担心继父会抛弃哈根 于是在上学时偷偷把哈根带进了学校 然而 在莉莉练习小号的时候 哈根听到了主人吹奏小号的声音 以为是在召唤他 表示要开除莉莉 继父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 他将莉莉关在车里 把哈根扔下去 无视莉莉的呼喊 直接开车带走了莉莉 哈根目瞪口呆地看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 他开始追着汽车 透过车窗不停地叫喊 但是继父毫不理会 加速驶离 哈根始终无法追上主人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不知所措 在马路上多次差点被车辆撞倒 孤独地在一片废墟里过了一夜 因为饥饿 他闯进了一家肉店 想找点食物充饥 但被店主发现了 他拿起刀就要给哈根变成狗肉 幸好这时及时出现一个花斑狗 引起了他的注意 哈根和花斑一起逃了出去 花斑带着哈根来到一个水泡子旁边 这里是属于流浪狗的聚集地 本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归宿 然而第二天 突然出现了流浪犬猎杀小队的人 流浪狗猎杀小队会如何处理流浪狗 他们会先用套狗的工具抓捕大量的狗 无数的狗被关进了笼子 一些机灵一点的狗狗会趁机撒腿逃跑 然而小队的人穷追不舍 狗狗哈根无处可逃 只能躲进一间屋子里 住着的流浪汉将他们藏了起来 哈根看着眼前的人类 以为他是善良的 以为自己有了新的寄托 不料流浪汉起身直接用绳子勒住了他 与此同时 哈根的主人正在四处寻找他 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甚至贴起了寻狗启事 流浪汉以60美元的价格将哈根卖给了狗饭 而狗饭是专门贩卖动物的人 某一天 训狗狮一眼就看中了哈根 他以200美元的价格将哈根买下 要将哈根训练成自己赚钱的工具 天天用鞭子抽打哈根 激发他的兽性 甚至饿他 让他只能吃生肉 并将他拴在跑步机上 一跑就是一天 有一天 他给哈根注射了一针麻醉药 并用钻头磨尖了他的牙齿 最终 曾经那个可爱的哈根消失了 他的表情变得异常凶狠和残忍 眼神充满了杀气和愤怒 他变得好斗且狂躁 尖利的牙齿使他看起来像一头凶猛的狮子 在斗狗场上 训狗是为哈根选了最凶猛的对手 两只狗搏斗在一起 地面上充满了对手的血 终于 在第二个回合 哈根咬死了对手 他呆呆地看着死在地上的同类 恢复了一丝理性 他的表情带着伤感 突然 斗狗场停电了 哈根趁着停电逃了出去 他要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 寻找自己的主人莉莉 另一边 莉莉在家里非常憔悴 继父看着莉莉最近的状态 他答应为莉莉重新选择一条狗 但莉莉坚决不同意 他只想要哈根 只想要那个对自己非常依赖的哈根 哈根回到了流浪犬的聚集地 在那里 花斑陪伴着他 两只狗一起试荒 一起生活 然而动物管理机构的人还是抓住了他们 将他们带进了流浪狗收容所 由于他们是杂交犬 并经历了特殊训练 哈根看起来十分凶狠 没有人愿意收养他们 于是他们被管理员列入了安乐死名单 哈根透过缝隙向里面望去 看到人类给狗注射一针后 便没有了动静 回想起之前那些残酷的折磨 哈根对人类的友善和信任荡然无存 内心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他决心为自己的同伴报仇 改变被人类操控的命运 他露出锋利的牙齿 一位工作人员就此领了盒饭 周围的狗们看到哈根如此凶猛 纷纷冲破了牢笼 从此以后 哈根成了他们的领袖 门口还有一个女人拦住哈根的去路 然而在哈根看来 那样做只是自寻死路 他散发着帝王的气息 眼中充满了蔑视 无视眼前的女人 他冲破了困境 铁笼中的狗也纷纷逃了出来 他们紧随哈根的脚步 像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类 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他的眼神宛如皇帝一般 蔑视着眼前残害同伴的人类 笔直冲上前将对方消灭 一大群狗子紧随其后 他们奔向繁华的街道 留下一片混乱 他们要像曾伤害他们的人类报复 要像让他们无家可归的人类报仇 莉莉得知这件事后 认为哈根可能会在这里 他骑上自行车去找哈根 却在路上遭遇意外 波伦盖卡托鲁皮了 晚上 哈根找到了伤害过他的狗犯 而狗犯还没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认为自己又能赚一笔 哈根怒吼一声 身后众多同伴直接扑向狗犯 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等到训狗师回到自己家时 发现家里有很多狗 他拿起桌子上的刀 一只狗迅速扑上来 接着多只狗一同将它制服在地 哈根在暗处缓慢地走过来 他注视着训狗师 眼中充满仇恨 很快 训狗师也领了盒饭 大量的狗在街上游行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他们拿起武器 一只又一只地射杀狗子 哈根察觉到情况不妙 迅速改变了路线 身后仍有许多狗子倒在街头 与此同时 莉莉跟着花斑想找到哈根 骑着自行车跟在他的后面 一名警察出现 开枪击中了花斑 他痛苦地躺在地上颤抖着 警察走上前 再次开枪瞄准花斑 这时哈根也再次被武装人员盯上 他们连开竖枪 哈根迅速逃离 紧接着身后无数的狗子冲向这群人 如黑色巨浪一般 得知哈根在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类后 莉莉开始担心继父 他害怕哈根会来报复他 赶紧来到继父家楼下 果然 在这昏暗的街头 他遇见了哈根 哈根缓慢地走向他的主人 莉莉捡起地上的棍子扔向哈根 试图让他像以前一样去捡棍子 但哈根冷漠地注视着他 不为所动 他哭着让哈根快点去捡棍子 突然 哈根身后的伙伴再次出现 莉莉害怕地向后退了两步 由于哈根没有下一步动作 小弟们全都一动不动 莉莉望着眼前的哈根 眼泪伤心地流淌下来 突然 继父拿出喷火枪走了出来 狗子们一直在叫着 莉莉拿出哈根最喜欢听的小号 悦尔的音乐响彻了空气 哈根的表情恢复了往昔 他安静地坐在地上 凝视着莉莉 最后趴在地上 傻傻地聆听 身后的狗子们也趴在地上 有谁想过 他们本就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小狗 莉莉这时也趴在地上 望着哈根 泪水涌出 哈根也一动不动地注视着 继父被这一幕感动 他走过去 和狗子们一样趴在地上 对于片子里的狗 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视角 对于片外的观影的我们 观众就是上帝视角 不平等的视角 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角度 虽然这种视角 可能永远无法消失 因为任何人都有批判的权利 但是只要不放弃 心中微小的善念 如同电影里 小女孩手中的那把小号一样 这个残酷世界 才会少些杀戮 狗狗是有灵性的生物 它也有自己的思维 从你成为它的主人起 你便是它的全世界 它会对你极其忠诚 请不要辜负它 如果你有能力养狗 就请善待它 如果暂时还没有能力 就不要养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这么多流浪狗 无家可贵 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 就能获得一百万奖金 你敢接受这个挑战吗 听起来很简单 但如果在三天内睡着 并且没有在六十秒内醒来 你的心脏将永远停止跳动 简而言之 就是一睡就完完了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实验 然而年轻的大学生小珍 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同一书 博士在他的颈部 植入了一枚心田 原来人类在清醒时 会分泌一种叫做酷拉脱素的物质 它可以治疗脑死亡 因此价格昂贵 配套芯片的手表 会显示提取到的酷拉脱素剂量 只要达到一百 一百万奖金也就到手了 于是 安眠实验正式开始 第一天晚上 小珍坚持学习到凌晨两点 对于经常通宵学习的他来说 这并不算什么 低头一看 他已经提取到四十单位的酷拉脱素 第二天 他的精神状态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依旧生龙活虎 这时 一位男生静止走向他 询问他是否参加了安眠实验 小珍心里一紧 没想到对方也亮出了同款手表 小珍这才发现 参加实验的不止他一个 除了眼前的男生 还有班里的美妆博主蘑菇头 对方患有严重失眠症 电竞宅男演竞男 他常常连续几天几夜打游戏 而眼前的男生 是个夜店赵公子 看来 实验选择了一群夜猫子 于是几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这一晚 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打发时间 三天早上 四个人都成功完成了任务 博士也兑现了承诺 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百万的奖金 小珍第一时间用钱 还了七十二万的房贷 剩下的钱拿来给外婆买按摩椅 给妹妹买了一部新手机 一分没留给自己 肯定就有人纳闷了 一个大学生就要还房贷 还要照顾老人和妹妹 她爸妈干啥去了 其实小珍的父母早就离开人世了 她的外婆又长期卧病在床 而妹妹是个叛逆的小姑娘 生活的压力和精神创伤 导致她长期失眠经常熬夜 但她熬夜并不是在追剧或玩手机 而是在学习或者做饭 一个晚上过去 她不仅准备好了一盘又一盘早餐 还精神焕发地去上学 完完全全就是个不浪费一刻时间的人 但正常人谁想要失眠呢 而另外三个人成功拿到奖金后 夜店公子选择买一块高档手表 蘑菇头选择去了美容会所 眼镜男则升级了自己的游戏装备 几天后 这四个挑战成功的小年轻 再次来到了实验室 决定参加第二阶段的实验 不过这次博士要提取更高浓度的库拉脱素 而他们需要坚持整整五天不睡觉 面对600万奖金的诱惑 他们毫不犹豫选择挑战 再次植入了新片 起初 几人成功度过了前两天 但就在第三天晚上 眼镜男不小心睡着了 幸好只睡了几秒钟 现在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 但库拉脱素只提取了32% 更糟糕的是 他们开始出现幻觉 眼前的年轻女大学生 已经三天三夜未曾入睡 因为一旦合眼就会丧命 但如果能连续五天不睡觉 就可以获得600万奖金 女孩名叫小珍 邀请了三个朋友参加睡眠实验 今天是实验的第四天 小珍正在上解剖客 她拿起夹子 有气无力地摆弄了两下 眼前已经一片炫痕 恍惚间 她竟然看见尸体两眼翻白地瞪着她 把小珍吓得直接推到了两米开外 这一切都是长期不睡觉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 正在打篮球的夜店公子 明明听到对手辱骂她 但其他人却声称没有听到 原来他们都开始出现了幻觉 客下 四个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在食堂相遇 小珍发现夜店公子分泌的库拉脱素 比其他人都高 发现夜店公子热衷于打篮球 他们猜测坚持运动 可以加快库拉脱素的产生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他们直接前往眼镜男家的游泳池 决定举办一场即兴派对 果然 这个方法起效了 原本疲倦的几个人 在酒精和音乐的作用下 纷纷释放自我 就连平时冷漠的小珍 也跟着音乐热物 四人尽力保持清醒 欢乐狂欢 喝冷饮 吃柠檬 然而不久 他们因为疲倦无法继续吸血 这时 夜店公子拿出了 从实验室里偷来的兴奋剂 白色粉末混合着酒精 三个人一饮而尽 只剩下小珍保持理智 选择与其对抗 因为这种药物有中风的风险 如果不小心入睡 芯片将短路 导致心脏停跳 生命也将随之消失 受药物作用影响 三人继续狂欢 他们分泌的酷拉脱素 也开始迅速增加 随着梦幻的灯光和音乐 小珍也开始出现幻觉 看着舞池里 三人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三人不安地注视着她 下一秒 小珍竟然疯狂地跳舞起来 看来都不做人了 突然 蘑菇头听到隔壁房间 传来自己的声音 推门而入 发现几十个网页 同时播放着自己的vlog 墙上魅力麻麻 贴满了偷拍她的照片 原来眼镜男 一直偷偷暗恋蘑菇头 却不敢表白 只能每天偷偷跟踪她 蘑菇头受到惊吓晕倒 她的手表立即开始倒计时 若超过一分钟 她将无法再醒来 幸运的是 他们都是医学生 经过紧急抢救 蘑菇头在倒计时结束前 恢复了意识 第五天早上 任务终于结束了 然而 博士却希望他们参加 第三阶段的实验 但已经察觉到危险的 蘑菇头直接拒绝了 即使有一千万的奖金 他们也不敢冒险 进行第三阶段 因为生命更重要 还逐渐恢复过来 就在这一天 教学楼前聚集了许多人 一名学生从里面被抬了出来 而她的手腕上 竟然戴着实验用的手表 小珍不禁感到极度恐惧 然而就在这时 她的外婆突然中风 需要手术 负债累累的小珍 手头一贫如洗 然而她的妹妹 却从包里掏出一大袋钞票 小珍感到不妙 原来她的妹妹 也参加了安眠实验 她立即赶往实验室 博士竟然以威胁方式 要求她叫上夜店公子等人 参加第三阶段的实验 否则她将永远不会 取出妹妹脖子里的芯片 而第三阶段的实验 要求她们整整十天不睡觉 四名大学生被迫植入芯片 一旦入睡就会丧命 但如果坚持十天不睡觉 就能获得一千万奖金 为了保持清醒 她们求助于自己的老师 老师为她们安排了一间病房 并准备了提神的注射剂 于是 第三阶段的安眠实验正式展开 第一天 小珍全神贯注地学习以保持清醒 每个人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发时间 同时使用老师提供的提神剂 她们顺利熬过了第六天 然而 她们严重低估了长时间不睡眠的后果 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直在玩吃鸡的眼镜男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枪声 蘑菇头想用冷水提神 却发现自己用来吃饭的脸上 突然长满了痘痘 吓得用拳头干碎镜子 夜店公子朦胧中看到了自己已故的母亲 而小珍则看到地上涌出一滩鲜血 自己的妹妹躺在地上抽搐不止 幸好妹妹及时从背后喊住了她 看来大家都开始出现幻觉了 崩溃的蘑菇头开始指责小珍把她带入实验 暴躁的夜店公子和眼镜男也开始打斗 房间瞬间陷入混乱 小珍赶紧去找老师求救 在经过仓库时 却从里面听到夜店公子和眼镜男的声音 六个摄像头居然一直监视着他们 小珍突然想起 实验是老师推荐他们参加的 没想到整个实验都是老师策划的 甚至实验室外的博主都是她特意请来的演员 小珍发现真相后打算带着大家逃走 让蘑菇头赶紧报警 但所有人的手机都失去了信号 病房的门也被锁住了 看来他们不完成实验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第七天 蘑菇头发狂地摧毁了所有摄像头 而夜店公子终于支撑不住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他迷离呼呼中听到母亲的呼唤 一分钟后 监控室的老师发现夜店公子的心跳停止 立即将他推出病房 但他并没有抢救夜店公子 而是取下了他脖子上的心田 就在这时 夜店公子突然苏醒 一拳将老师打晕 他们终于得救了 原来他们在病房找到了一种能暂停心脏的药物 然后假装破坏了摄像头 他们质问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师慢慢拉开窗帘 多年前 他的丈夫因为研究失眠症连续十天未眠 最终产生幻觉跳楼自尽 老师无意中发现清醒时释放的一种库拉脱素 对治疗脑死亡非常有效 于是他利用植物便利 在学校秘密进行了这项实验 这下真相大白 虽然老师提取库拉脱素是为了治疗陷入昏迷的爱人 这听起来很感人 但他们仍然决定报警 突然 老师拿起麻醉剂刺向小珍的身体 尽管其他人立即制服了他 但小珍体内的芯片仍然没有取出来 如果超过60秒仍然没有醒来 他注定会死去 就在最后一秒 小珍成功醒来 最后 所有人的芯片都被取出 至此 一切终于告一段落 老师被警方带走 四个人虽未获得一千万奖金 却明白了一个道理 健康绝不可成为个人利益的筹码 孕妇到医院做产检 没想到负责检查的居然是个男医生 对方还特意把旁人置开 不给孕妇反应机会 男医生要求他打开双腿 在孕妇视线被遮挡的瞬间 他偷偷摘掉了手套 以为孕妇察觉不出异常 实施了不轨之事 然而孕妇为了腹中的胎儿 只能强人恐惧撑到检查结束 他慌忙逃离了医院回到家里 在浴室里待了足足三个小时 依旧无法接受遭遇的一切 丈夫很快察觉到妻子的异常 他坦诚地向丈夫讲述了经过 不确定这是否是正常的操作流程 但医生的行为一直让他感到恶心 在丈夫的鼓励下 他们决定报警 事件很快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多名女性也纷纷站出来 面对舆论压力 男医生最终选择自杀 第二天 报纸大肆宣传男医生的丑心 一家人以为可以回归平静的生活 却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很快 他们的宝宝安全出生 可他们没有太多精力照顾孩子 决定雇佣保姆 次日一早 一位漂亮的少傅通过中介公司过来应聘 但他的外表属实不像一个保姆 在克莱尔的追问下 少傅道出了实情 一个月前 他因意外失去了自己的宝宝 再也不能生育 所以他寻找保姆的工作 也是为了间接实现自己成为母亲的梦想 就在这时 丈夫回到了家中 少傅看到夫妻两人浓情秘密 眼神竟透露出一丝嫉妒 夫妻俩并未察觉异常 还热情地邀请少傅共进晚餐 就在克莱尔抱着孩子准备坐下时 耳环不小心掉落了 少傅看到后却没有说出来 等到晚餐结束后 夫妻正在商量是否留下这个保姆 却被少傅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为了能留下来 少傅突然惊恐地大叫 等夫妻俩闻声赶来 少傅掏出了克莱尔掉落的耳环 谎称是在宝宝嘴里发现的 单纯的夫妻俩信以为真 看到少傅如此细心 当即应聘了他 第二天 少傅便带着行李搬了过来 还带来了一个风铃 说这样可以有助于婴儿的睡眠 克莱尔见他如此上心 更加信任他了 友善地带他参观房子 还贴心地整理出闲置的房间 然而到了深夜 当所有人都熟睡后 少傅却偷偷来到婴儿的房间 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 看着面前的婴儿 居然拿起一旁的枕头 就当以为他要做些禽兽之事时 没想到少傅将枕头 缓缓靠在婴儿床边 可接下来的操作更迷了 他突然解开了衣服 新来的艳丽保姆半夜 跑婴儿房脱衣服 竟然开始给女主人的婴儿喂奶 在连续多天的喂奶下 婴儿越来越依赖他 而这其实是保姆复仇的一环 单纯的女主人对此一无所知 这天 女主人克莱尔正在精心打扮 保姆再次投来羡慕的眼光 不想克莱尔光鲜亮丽 保姆看着床上的红裙子 又看向桌上的香水 立马有了歪心思 当克莱尔穿上红裙子时 发现领口沾上了香水油 保姆装模作样要帮克莱尔清理 克莱尔并没有怀疑他 只是香水油很难洗掉 他只能匆匆换上朴素的裙子出门 在聚会上 闺蜜建议克莱尔 不要把有吸引力的女人留在身边 不然会影响到自己的主人地位 可单纯的克莱尔非常信任保姆 并没有听取闺蜜的建议 接下来的日子里 保姆每天都会哄大小姐睡觉 同时也在偷偷给婴儿喂奶 她更像是一位真正的妈妈 就连邻居都认为孩子是她的 因为婴儿的眼睛长得和她一样 这让保姆感到了无比的幸福 也间接地展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她何尝不想能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回到家后 她照常偷偷给婴儿喂奶 被家里的园丁发现 但看到对方智力障碍 认为她够不成威胁 没把她放眼里 而是加快脚步 博得克莱尔一家的信任 这天 保姆从大小姐口中得知 上学时会她经常受到同学欺负 但母亲却教育她凡事都要礼仰 保姆意识到这是表现机会 随即把欺负大小姐的男孩拎了起来 当着全班的面羞辱了她一番 这一举动瞬间赢得了大小姐的信任 还因此让大小姐对克莱尔感到失望 与自己的关系变得更亲密 甚至将所有秘密都告诉自己 在保姆的洗脑下 大小姐愈发讨厌克莱尔 甚至认为她是坏人 这天克莱尔回到家中 发现孩子却怎么也不肯吃奶 他找到保姆 将婴儿的异常讲了出来 但保姆却表示婴儿估计是还不饿 克莱尔也没有再多想 他不知道的是 孩子之所以不肯再吃他的母乳 都是因为保姆偷偷让婴儿习惯了他的味道 就在两人交谈时 丈夫匆匆拿着文件外出 当得知他要出去寄快递时 克莱尔说自己刚好也要去邮局 于是丈夫便将信件交给了他 可当克莱尔来到邮局 却发现包里的信件早已不翼而飞 不久前 保姆趁他工作时偷走了包里的信件 并躲进厕所将丈夫重要的文件撕成碎片 他嫉妒克莱尔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尤其嫉妒克莱尔有一个如此爱他的丈夫 当克莱尔向保姆提起信件丢失时 保姆表现出异常吃惊的样子 克莱尔由于紧张 导致哮喘发作 而保姆看到这一幕不禁幸灾乐祸 回到家后 克莱尔不停地向丈夫道歉 尽管他摧毁了丈夫半年的工作成果 但丈夫仍然没有责怪他 第二天 丈夫在实验室工作时 保姆突然找了过来 表示很快就是克莱尔的生日 提议想给他办场聚会 丈夫听完后很是感激 因为这个浪漫的举动是他这个书呆子想不到的 还很庆幸找到了这样好的保姆 保姆发现丈夫专注地看着自己 故意在他面前脱掉外套 这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 丈夫担心被误解 连忙把保姆送走 殊不知这正是保姆要的效果 到了晚上 夫妻俩躺在床上睡觉 丈夫突然被一阵声音吵醒 以为家里进了小偷 但眼前的场景让他目瞪口呆 保姆穿着单薄的睡衣 若隐若现地展示着他风鱼的身体 这让丈夫目不转睛 保姆觉得时机成熟 想邀请丈夫坐下来喝一杯 但丈夫是个证人君子 向保姆到了晚安后匆匆离开 这让保姆感到意外 这天 婴儿一直在哭泣 克莱尔怎么哄都没用 但当保姆抱起婴儿时 孩子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这让克莱尔感到奇怪 开始察觉到不对劲 他私下找到丈夫 表示自从家里请了这个保姆后 一切事情好像都变了 有种说不出口的感觉 然而丈夫却否定了他的猜想 认为保姆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妻子应该把他当家人看待 夫妻俩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的对话被玩具对讲机那头的保姆听见了 保姆得知克莱尔开始提防自己 意识到他会成为复仇的阻碍 决定除掉他 天还没亮 保姆趁着家里所有人还在睡觉 偷偷来到温室 并在房顶的玻璃上做手脚 只要克莱尔推开门 就会被玻璃砸成肉泥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克莱尔并没有去温室 而是匆忙离开了家 与此同时 克莱尔的闺蜜打算购买一套别墅 却在房屋信息上发现了一款同样的风铃 他立刻感到不对劲 赶紧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没想到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保姆的照片 闺蜜急忙赶到克莱尔的家 直接揭穿了保姆的真实身份 原来保姆的丈夫正是当年骚扰克莱德的男医生 男医生扛不住舆论压力选择自杀 而当时的他正怀着孕 却因为意外动了胎气 身怀六甲的女人在手术台上痛得撕心裂肺 因为动了胎气 医生只能提前娶出腹中的胎儿 可胎儿还是没能保住 不仅如此 女人还大出血 被迫切除了子宫 再也无法生育 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一夜之间 失去丈夫的他又失去孩子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当他失去活下去的希望时 电视播报着丈夫去世的新闻 他认为这都是克莱尔造成的 为了复仇来当保姆 如今他的身份被克莱尔的闺蜜发现 他匆忙说克莱尔在温室里 当闺蜜匆匆赶去时 不小心触发了保姆之前设下的陷阱 被碎裂的玻璃砸得当场凉透 而保姆在屋内津津有味地观看 接着他将克莱尔的哮喘要全部放空 并将其丢进抽屉 随后像往常一样 带着婴儿外出逛街 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等克莱尔回家进入温室时 发现闺蜜惨死在家中 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导致他哮喘发作 克莱尔匆忙返回房间 想要报警求助 但严重的哮喘使他无法说话 等他翻找抽屉里的喷雾时 才发现里面已经一滴不剩 克莱尔艰难地朝外走去 他想寻求帮助 但最终昏倒在地 只能静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好在他之前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及时赶到把他送往医院 这才保住了性命 此时不知情的丈夫回到家里 保姆再次对他投送丘波 丈夫在恍惚间破了房 但下一秒立马冷静了下来 严肃地表示此生只爱克莱尔这一个女人 听到这番话的保姆 只能失望地回到房间 没过多久 克莱尔终于出院了 然而此时的保姆也不装了 直接用女主人的语气与克莱尔交谈 甚至模仿克莱尔最喜欢的说话方式 让克莱尔感到非常不舒服 见丈夫和孩子跟保姆有说有笑 感觉自己更像个外人 第二天 克莱尔在整理闺蜜的遗物时 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给自己的留言 克莱尔带着疑惑来到闺蜜的办公室 在那里发现了一份关于豪宅的文件 接着 他驾车找到了这栋别墅 从房产经理那里了解到了房子的历史 婴儿房的装修风格与自己家中的一模一样 克莱尔瞬间明白了一切 这房子的前主人正是保姆 男医生是他的丈夫 他如今是来复仇的 克莱尔急忙赶回家 二话不说直接给了保姆一拳 丈夫想要阻止 但克莱尔告诉他的真相 保姆被揭穿身份后一场冷静 没有做任何解释 转身离开房间 克莱尔认为闺蜜的死也与保姆有关 为了家人的安全 他们决定暂时搬到酒店住几天 可当克莱尔整理东西时 丈夫听到地下室传来声音 以为是女儿在楼下闹腾 但下去后发现只是个闹钟在作怪 可当他准备上楼时 埋伏已久的保姆突然出现 直接将丈夫打晕 听到动静的克莱尔下来查看 却发现丈夫双腿摔断了 连忙回到客厅报警 但保姆早已出现在他背后 关键时刻 女儿急忙提醒 克莱尔才避开致命一击 然而保姆拿着铁锹不打算放过他 尽管克莱尔拼命挣扎 但还是被打晕了 随后保姆上楼 想要带走两个孩子 但婴儿床上早已空无一物 意识到是园丁带走了两个孩子 保姆气愤地砸着他的房门 很快 房门被保姆打开 逐步逼近园丁 命令他把孩子交出来 就在他陷入疯狂时 克莱尔抓着菜刀闯了进来 但保姆丝毫不拒 几下便打落了菜刀 随后一脚将克莱尔踹倒 正当他准备了劫克莱尔的时候 园丁连忙制止了他 可善良的园丁不忍下手 保姆轻松正脱开他的手臂 把他狠狠地暴打了一顿 这时 克莱尔从地上站起来 疯狂地冲向保姆 这个噩梦般的一切 也终于结束了 中国战阶女在巴黎的街头 朝陌生男人比出四欧元的手势 对方一看便心领神会地跟着他走 上楼 锁门 交钱 然后拉上窗帘 女人熟练地脱下衣服 动作流畅自如 这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 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无奈和凄凉 在上世纪90年代末 中国东北爆发了大规模的下岗潮 许多工人突然失去了工作 而女性失业的情况尤为严重 不良中介机构四处散布谣言 声称在巴黎当保姆每月 能挣到2000欧元 失业的丽娜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 不惜借高利贷也要出国寻求财富 丽娜跟随旅行团来到了 梦寐以求的巴黎 然而她没有护照 趁着导游不注意 她悄悄地离开了团队 本以为前程一片光明 欧元随手可得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踏入了一个深渊 正如黑心中介所说 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招聘保姆的小广告 可当她打电话咨询时 对方听到她要求每月2000欧元的报价后 嘲笑她是否发疯了 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尽管如此 丽娜并没有放弃 她换了一家小广告继续拨打电话 然而 一次又一次被泼冷水 丽娜终于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 最终她来到了一个华人夫妇的家中当保姆 每月只能拿到500欧元的工资 上岗第一天 丽娜还没有向现实妥协 低声下气地向女主人要求涨工资 这下丽娜终于认清了现实 每天从早忙到晚 到了半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在阴暗狭小的保姆房入睡 然而远在异国他乡 丽娜不仅被主人冷漠对待 还因为是东北人遭到蔑视 在月底发工资时 女主人只给了丽娜400欧元 理由是她打破了一个花瓶 尽管这花瓶是主人的孩子打破的 对方也把责任怪在丽娜头上 因为这些东北人就这样粗手笨脚的 我还没给你 你少扯啥东北人不东北人的 说好了500的 你这么扣算啥呀 这扮你还不要啊 你要是闲在这边干得不爽的话 怎么不去大街上站呢 你骂谁呢 你给我500少一份都不行 面对女主人的无故客扣和种种刁难 丽娜气愤地辞掉了工作 流落街头因为非法身份 还得躲避巡警的追捕 那天晚上 她在一家中餐馆遇到了一个东北老乡 两个人倍感亲切 美姐带丽娜到她合租房 房间里挤满了同样来法国打拼的女性同胞 陷入绝境的丽娜只能在这里临时安顿下来 丽娜交了一个星期的房租给房东 然而房东却叮嘱她不要带客人回来 丽娜感到有些奇怪 但并没有深思 接下来的每天 她都在努力找工作 打电话给小广告上的号码 逛遍了附近的华人店铺 但要么工资太低 要么就是没有人雇佣她 这天晚上 室友们聚在一起谈论自己接待客人的细节 大家的欢笑和丽娜的失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丽娜突然意识到室友们很可能是站街女 她带着厌恶的表情回到自己的房间 晚上睡觉前 她悄悄问美姐 美姐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但丽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虽然她脸上不动声色 但内心的重压瞬间坍塌 接下来的几天 她都不敢停歇 却发现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比在国内还要困难 房租也快要到期了 在这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丽娜陷入困境 甚至连回国都成问题 她绝望地给老公打了电话 还没来得及开口 老公就质问她为什么还没有给家里积钱 甚至儿子的学费都拖欠了 听到家里的艰难情况 丽娜咽下了心中的苦水 因为她是家里所有人的希望 美姐见她入不敷出 想劝她尽快回国 不要再留在这里陷入困境 但丽娜已经为了来到这里付出了所有 欠下了许多债务 她怎么可能轻易回去呢 很快 远在家乡的老公打来了电话 为了偿还高利贷 她竟然卖掉了家里的房子 这让丽娜心里一紧 有时为了生活 不得不低头 这天 她跟随美姐来到大街上 目睹了美姐带走了一个光头客人 这一切让丽娜克服了内心的障碍 终于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客人 中国女人偷偷观察着巴黎的战阶女 暗自学习她们的接客流程 很快就掌握了专用手势 接着打扮一番走在街头 随机挑选了一位幸运 比出40欧元的手势 对方一看这么便宜 立马跟了上去 女人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接客 凭借她优惠的价格和出色的能力 每天照顾生意的客人络绎不绝 然而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 在熟人面前谎称自己从事保姆工作 丽娜每次服务只收40欧元 生意好也不涨价 可有些刁钻的客人还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在绝对力量面前 丽娜只能被迫屈服 背后的心酸只有她自己知道 每次和远在家乡的老公打视频时 她都是在强颜欢笑 谎称自己在巴黎过得很好 做保姆一个月可以拿到2万欧元 老公也没有怀疑过真实性 因为丽娜赚来的钱不仅帮家里还了债 还让家里蹲得她和儿子吃好穿好 为了能更方便接客 丽娜和美姐搬到了一间新的合租房 当她打开窗户时 眼前就是埃菲尔铁塔的美景 随着日子逐渐好转 丽娜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 闲暇之余 丽娜还会找美姐拍照并寄回国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丽娜逐渐习惯了战阶的日子 在工作时农庄艳抹游荡街头 而与老公的视频通话中 她却一直保持素颜 虽然如今从事的工作摆不上台面 但丽娜依然憧憬着对未来的美好生活 转眼到了中国农历新年 一群中国战阶女们围在一起包饺子 暂时忘记了现实中的苦难 每个人都对未来美好的生活充满希望 红红火火的过大年 欢声笑语不断 这个夜晚 她们没有谈论工作 而是分享了彼此的家人和孩子的近况 有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有的孩子即将结婚 唯一共同的点是 孩子都等着他们努力工作给家里寄钱 然而好景不长 一天 丽娜在与家人通话时 蒂夕提出也要来法国赚钱 因为羡慕丽娜一家买房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丽娜猝不及防 但蒂夕已经下定决心 并且来法国的手续都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得多照着点我媳妇啊 丽娜感到无奈 难道她真的要把蒂夕拉下海吗 她并不想让蒂夕陷入战阶的生活 也不想她重蹈自己的覆辙 然而 当面对诱惑时 人们往往听不进任何劝告 蒂夕像丽娜当初一样 怀抱着月入过万的梦想来到巴黎 并与丽娜顺利会面 但满意的工作怎么可能说找到就找到 丽娜帮忙打了很多电话 依然没有找到称薪的工作 这让蒂夕感到沮丧 丽娜也想劝她回家 但蒂夕已经下定决心留在这里 眼看事情就要瞒不下去 丽娜无奈地说出了实情 你看那边街口那女的妹 干啥呢 专街呢 跟我们一样 蒂夕瞬间愣在原地 得知真相后的她 忍不住放声大哭 我跟你说丹丹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我压根都不知道你会来啊 你咋说来就来了呢 我压根没想过你会离开洞梅 会离开家的 真的 怎么让你跟我说明媚啊 你能不能别哭了 别哭了 快别哭了 两人大吵一场 最终又互相安慰着抱在一起 有时候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人们不得不低头 跟老万那个啥 啥感觉啊 男人不懂得得性 为了生活和家庭 蒂夕开始和丽娜一样 在街头浓妆艳抹的工作 两人面对视频中的老公时 报喜不报忧 脸上却无法挂起高兴的笑容 而家里蹲的男人们 却笑得合不拢嘴 当蒂夕第一次接完课后 却崩溃了 哭喊着要回家找老公 此时的丽娜也感到疲倦 新生回家的念头 于是 他们离开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巴黎 带着满心焦虑回到东北老家 在老公面前 丽娜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弟媳说漏嘴 如今丽娜回家 老公很是开心 因为丽娜出国已经好几年了 这段期间 由于丽娜往家里挥了不少钱 老公不仅租了店铺准备开业 还住进了楼房 如今 夫妻俩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丽娜洗了个澡 想要洗净这些年积累的污垢和不解 晚上终于与老公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然而第二天一早 丽娜醒来却发现老公不见了 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无法联系上她 老公就像消失了一样 丽娜心中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来到店铺后 她发现老公喝得烂醉如泥地坐在地上 我媳妇老牛逼了 咋的这事 这恶心 我这几条骨就被戳爆了 那媳妇都卖到国外去了 还舔着脸跟那儿美的 你别他妈瞎说了 行别说了 你给我滚 滚 你给我滚 你滚上了你自个儿啊 你知道我怎么过了 果然还是瞒不住 老公最终还是知道了 丽娜在巴黎的工作 而泄密的 自然就是弟媳 她过得不好也不想丽娜好过 弟弟还把大妈丽娜不是个东西 你在那边干啥事跟我没关系 你干啥把我媳妇拉下水啊 你要不要点逼你 你就有本事在家打老婆 看你回家你老公打你不 不打你她就不是爷们 虽然丽娜气得不行 但她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她只担心如何向老公交代 在这场争吵后 老公独自一人离家出走 为了维持家庭开销 丽娜将家里的楼房出租 搬到了姥姥姥爷的家中居住 不久后 老公打来电话 原来她在外地租了房子 独自打工 丽娜带着孩子赶到那里 见到孩子的父亲感到非常开心 但老公对丽娜仍然冷漠 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没有交代丽娜夫妇的结局 却有无数种可能 因为命运总是恶意安排 老公是否会原谅她的错误 女孩刚满18岁就来当按摩女 模仿同事技巧给客人按摩 力度够不够啊 同事中途离开去取按摩油 却用不遮挡了门口 女孩对此感到好奇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下一刻她恍然大悟 那是90年代的澳门 当时的桑拿房比赌场还要多 无依无靠的女人们 为了生活选择在那里工作 而人们称呼她们为骨妹 失失从小生活在孤儿院 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找工作 看到按摩店在招聘 于是走了进去 我想做按摩 你知道按摩是什么吗 知道 按摩不是看长相的 是看技术的 我会很用心去学的 80块一天 上完课就考试 师姐说技术好才正式聘请 正式上班后才有薪水 考虑到之前多次找工作碰壁 诗诗当即答应了 她迅速换上工作服 和一群女人一起来到培训室听课 然而教技术的师傅态度极其敷衍 只是简单演示了一次就匆匆离开 显然行业内竞争激烈 谁都不想暴露自己的技巧 诗诗只能找到一个无人的房间 对着人偶勤奋练习 这时 一位师姐经过 出于好心指点了她一些技巧 诗诗想要说声谢谢 却抬头发现师姐已不见踪影 为了学到更多正确的按摩手法 诗诗偷偷溜到服务区暗中观察 恰好在第一个房间工作的人 正是刚才指导她的师姐 想同事啊 是啊 师姐毫不在意地回到房间 还特意留了个门缝 让诗诗观看 这样师姐成为了诗诗真正的老师 考核那天 考官正好是师姐的好友 两人通力合作 让诗诗顺利通过了考验 成功被经理留下来 终于可以正式上班挣钱了 也因此对师姐充满了好感 学号码牌了吗 还没有 你们是什么号码 我是吧 那我跟你选19吧 此话一出 没想到几个同事听后 都露出震惊的表情 还提醒诗诗做好心理准备 仿佛在暗示师姐工作能力极高 和他一块定会被比下去 很快 诗诗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内心既激动又害怕 他学着师姐的样子装作从容 但当客人对他出手时 他却慌得不行 幸好有师姐帮他遮风挡雨 诗诗对此感激不尽 接下来的日子里 得益于师姐的帮助和细心传授的知识 诗诗在按摩店里一切顺利 并掌握了许多按摩技巧 以及哄客人加餐的话术 从而赚取了不少小费 两人的情意也越发深厚 然而按摩店的生活并不总是平静的 他们经常因争夺客人而发生争执 但诗诗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师姐总是悄悄让步 得知诗诗被房东赶出门 他甚至特地邀请诗诗来家里免费居住 为了感谢诗诗的照顾 诗诗整理了家里凌乱的环境 并每天为他准备营养早餐 时间久了 诗诗发现师姐即使在休息时间 也总是外出横廊回来 每次见的也不是同一个男人 渐渐的 诗诗开始越来越少出门 似乎更喜欢与诗诗共度时光 白天他们一起骑车出去兜风 顺便享受美味的蛋糕 晚上则一起看剧 抒发内心的情感 在诗诗生日那天 他坦白自己想要开一家蛋糕店 谁知诗诗诗竟然一直牢记在心 过完生日后 他们躺在长椅下写下了愿望 希望和诗诗感情长长久久 希望和玲玲永远在一起 可美好而舒适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诗诗的父母写信又向他要钱 钱钱钱 张嘴闭嘴只会要钱 有没有关心过我 诗姐独自一人辛苦赚钱养家 到头来只是个提款机 如果不是她有挣钱的能力 可能父母早就断了联系 但这并不是诗姐最心痛的事情 一天 诗姐感到身体不适 检查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更何况古魅不能怀孕 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 她决定去医院做手术 女人正在脱光身上的衣服 闺蜜突然闯入把她拉走 你发神经了 都才很伤身体的 生吧 怎么生 生了怎么养了 我跟你一起养啊 从那一刻起 施施似乎不再需要师姐的庇护 反而成为了保护她的人 施施在按摩店经理面前打掩护 帮师姐暂时保住了工作 看着师姐的肚子越来越大 施施让她在家卧床休息 还为她全身按摩 两人讨论孩子的名字时 施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呢 做人开心比较重要 女儿就叫欣欣 儿子呢 就叫乐乐 她们一起去医院做产检 却得知了不幸的消息 师姐的腹中是个男孩 但很有可能患上唐氏综合征 情急之下 她们决定长途跋涉去寺庙祈求保佑 只要我张玲玲的宝宝 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出生 我张玲玲愿意短十年八年的命 短多少年都可以 施施也在心里默默祈祷 愿意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母子平安 幸运的是 孩子出生后的确很健康 可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两人需要轮班喂奶换尿布还有洗衣服 奶粉钱又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为了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她们必须加倍努力挣钱 晚上 她们三人同床共勉 就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外界开始传出一些非议 虽然师姐无所畏惧 但施施却开始退缩 在澳门还未回归之前 街上强盗肆意抢劫 导致许多商铺关闭 按摩女工的生计也受到影响 正当她们急需用钱时 施施遇到了一个震惊的男客人 男人对她一见钟情 迅速展开热烈的追求 怎么了 情圣啊 搞什么呀 施施对此感到困惑 因为她对男人没有兴趣 就在这时 孩子突然摔倒在地 头部不小心磕伤 两人赶忙上前查看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 男人迅速赶来 及时帮孩子消肿处理伤口 也因为此事 师姐对她的看法有所改变 她觉得男人可靠 值得施施托付 或许施施也对她有所改观 不仅把男人送的花保存起来 还打电话邀请男人吃饭 师姐不仅调侃她上心了 但施施解释到 这只是想表达感谢 之后两人吃饭时 男人表示自己的签证即将过期 不得不回台湾 就在下一刻 她竟向施施求婚了 按摩女被萍水相逢的海狗求婚 直接吓得落荒而逃 忍不住找好闺蜜吐槽 认识20个小时 就说要娶我回台湾了 闺蜜苦笑着劝施施答应 但施施却直接拒绝了 闺蜜坦言她想施施能有个好归宿 不能被自己和孩子拖累 为了逼施施离开 她想出了一系列计策 首先她找了一个富豪男友 极其冷落施施 然后再人潮汹涌地接到弃他而去 并告诉她准备把儿子送回大陆 为什么要送乐乐回大陆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闺蜜说自己才是孩子的母亲 送往哪里是她的权利 如果可以选择 她宁愿没有生下这个孩子 也不会过上如今的凄惨生活 她让施施不要耽误自己嫁给富豪 闺蜜说出今后不必再见这番商人的话 施施当真了 以后你的事跟我无关 两人吵得不欢而散 从此断了联系 施施伤心的泪流满面 找到了热烈追求她的男人 答应和她一起回台湾 十几年后 施施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 闺蜜因病去世 急切寻找施施 于是她立刻拨打联系电话 并迅速回到澳门与发布人会面 这人是保险公司的员工 原来闺蜜以前买了份保险 保险金的受益人写的是施施的名字 这样一旦闺蜜发生意外 施施就能得到保险金照顾好孩子 施施想了解自己走后闺蜜的生活情况 她找到了多年前的几位好友 才勉强知道了过去发生的事情 原来闺蜜并没有将乐乐送回大陆 她的绝情说法只是为了逼走施施 她不仅没有和男友走到最后 还为施施开了一家蛋糕店 多年来独自艰辛地抚养孩子 施施得知了所有真相痛不欲生 其实自己离开澳门后 整日戒酒消愁 过得并不开心 即使老公对她恩爱有加 她来到当初写下愿望的长椅 才发现闺蜜早已改了愿望 将希望和施施一起变老化掉 改成了希望施施永远幸福 回顾过去 闺蜜一直为施施着想 宁愿苦了自己 也要为她留下后路 性格稍显懦弱的施施 错误在于太过相信闺蜜 并低估了自己在她心中的地位 最后 她把全部的保险金交给乐乐 让她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自己则接手了闺蜜的蛋糕店 和老公离婚 余生带着对师姐的思念度过 施施并不知道的是 当她因为害怕世俗眼光而退缩时 闺蜜流露出了落寞的神情 当她沉入熟睡时 师姐给予了温柔的亲吻 她最终决定离开澳门时 闺蜜留下了无尽的泪水 尽管这些诗诗都不知道 但她依然选择用医生去怀念 这是最真挚 而又无法割舍 不为人所知的情感 女人的胸口长了苛质 医生要求她脱下衣服一遍检查 但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男人 这让她感到有些尴尬 女人听完便放下戒心 裸露上身接受医生的检查 然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眼前这个叫杰米的男人压根不是医生 出院后 女人发现杰米的后备箱里塞满了药品 箱子上还有制药公司的标志 杰米迅速道歉 她自以为凭借自己帅气的外表 和真诚的态度就能轻易拿捏女人 辣妹就是辣妹 杰米立马被她吸引了 她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追到任何女人 征战情场多年 她从未败过 即使是那些高难度的美女 然而直到那天 她遇见了马基 一个只有26岁就得了帕金森病的女人 尽管如此 杰米对她的美貌忍不住心动 即使被马基狠狠揍了一顿 杰米却充满喜悦 她从医院前台偷到了马基的联系方式 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 令人意外的是 马基答应了她的约会 两人在咖啡馆见面 在交谈中 杰米注意到尽管马基竭力掩饰 但她不时颤抖的手指暴露了她患有帕金森病 杰米刚准备用一些挑逗的话语斗乱马基 可出乎意料的是 这支球打得她有些措手不及 然而马基表现得很洒脱 明确表示只想和她玩玩 不想谈恋爱 杰米听后感到非常满意 两人立马就探讨什么是快乐星球 从那天开始 无论白天还是凌晨 只要马基一个电话 杰米就会欣然赴约 海王每次接到女神邀约 不管白天黑夜立马前往对方家里 一起探讨什么是快乐星球 时间久了 海王开始对女神感到好奇 但每当她想深入了解时 女神马基总会及时打断 只希望保持现状的关系 可在不知不觉中 杰米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感 每当她和马基在一起时 她总是毫不掩饰地注视着对方 眼中充满了爱意 这晚 杰米带来了食物 与以往不同 他们并没有急于进入正题 而是像普通情侣一样聊了一整晚 谈论着令人心烦意乱的前任 和童年时的尴尬事情 杰米了解到马基之前有过恋爱经历 但在被诊断患上帕金森病后 他的伴侣离开了他 马基也发现在杰米看似漫不经心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敏感的心 因为他从小被父亲忽视 杰米很渴望得到认可 却总是第二郎当来掩藏内心 这晚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却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愉快 杰米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情感的泥潭 然而第二天一早 马基突然提出终止他们的关系 杰米愣住了 尽管内心难过 但死皮赖脸不是他的风格 他与马基云淡风轻地告别了 杰米离开后 马基拿起第一次拍杰米的照片 庆幸自己及时停止了 可杰米仍然低估了自己的感情 他无法忘记那双大眼睛和马基浓密的棕色卷发 他像失恋一样在酒吧里灌醉自己 然后借着酒精给马基打电话 听到他的声音 杰米完全忘记了所有的撩妹技巧 第二天 杰米无法再控制思念 他去找马基 希望正式开始一段恋爱 然而此时 马基正准备去加拿大 明天才会回来 杰米决定在车里等一天一夜 只为了在马基回来的第一时间向他表白 时间漫长到仿佛等了一个世纪 第二天傍晚 马基终于回来了 当他看到杰米还在等待时 他封闭已久的心终于被打动了 在爱情面前 马基打破了自己的原则 他们正式成为男女朋友 随着情场的得意 杰米的事业也迎来了转机 最近公司研发了一款新药 被誉为男性福音 杰米赚得盆满钵满 在公司的庆功会上 无数美女围绕着杰米 甚至还有她上次搭讪的女人 女人眼里充满挑逗 可杰米早已不再是以前的海王 她提前离开了聚会 回到家中看到熟睡的马基 温柔地唤醒她 满怀爱意 接下来的一瞬间 杰米的心跳突然加快 一种陌生而强烈的情胆 打乱了她的呼吸 马基急忙安抚她 经过几次深呼吸 杰米恢复了平静 我爱你 什么 你不明白 我从来没有说到这些人 马基被杰米的真诚所打动 虽然没有回应 但她的内心却悄然发生变化 杰米对马基的爱越来越深 在她眼中 马基时而天真无邪 时而充满魅力 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她的心弦 然而帕金森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马基的病情恶化了 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严重 这一天 马基的病情再次发作 她拼命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拿出药瓶 但里面的药已经吃完了 晚上杰米回家时 马基想假装一切正常 但她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最终她失去了控制 尽管知道你有故意想激怒她 但男人仍然被伤害了 她刚想离开 马基的肩墙仿佛一只摔碎的杯子 她痛恨自己是个病人 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无法谈正常的恋爱 她更害怕看到杰米充满同情的眼神 而杰米紧紧拥抱着马基 没有说任何话 几天后 杰米带着马基参加了一场帕金森研讨会 在那里 马基意识到帕金森并不是世界末日 那里的患者依然积极乐观地面对每一天 马基的眼睛泛红 他突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虽然疾病可能会摧残身体 但无法改变她的内心 与此同时 杰米和一个男人聊天 男人的妻子也患有帕金森病 已经到了无法自理的程度 杰米问对方 有没有什么照顾方面的建议 可对方的回答让她意外 杰米陷入沉默 他意识到自己对于帕金森的了解还不够 但现在他必须正是事实 因为爱情无法治愈一切 与杰米不同 马基的情绪好转了很多 他兴奋地与杰米分享会上的一切 不断感谢杰米始终陪在他身边 因为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他终于有勇气回应杰米的爱 杰米勉强笑了笑 他开始带着马基四处寻找名医 希望能找到治愈帕金森病的方法 可现实中并没有奇迹 杰米越来越恐慌 他无法像一辈子那样照顾马基 马基也同样身心疲惫 一次又一次的无果检查让他心力交瘁 每次出结果 杰米失落的眼神和失控的情绪 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马基知道他应该让他离开 杰米嘴上否认 但心里清楚马基所说的是事实 当晚 马基果断地提出分手 而杰米并没有挽留 他也明白放手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失恋后 杰米陷入了迷茫之中 他经常心不在焉 对所有的聚会都失去了兴趣 几个月后 杰米得到了晋升 公司准备将他调往芝加哥 在离开前的一天 同事们为他举办了告别聚餐 刚到餐厅 他注意到了他一直思念的马基 他依旧美丽 只是身边多了一个男人 杰米本想问他过得如何 然而当他看到马基的棕色瞳孔时 所有的思念都堵在了喉咙里 听着同事们说杰米要去芝加哥 马基的表情稍稍显得不自然 杰米试图从他的脸上察觉到不舍 但马基只是微笑着表示祝福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杰米感觉自己的内心空荡荡的 几天后 当杰米在家整理行李时 无意中翻出了一盘录像带 那是两人在热恋室拍摄的视频 杰米看得入神 他回忆起和马基在一起 试得快乐和幸福 还有那些美好的回忆 他终于明白 为了这份确定的爱 他愿意承受任何艰辛 杰米急忙去找马基 然而此时马基已经乘坐开往加拿大的大坝 他直接冲上高速公路 并追赶上了那辆巴士 然后向马基表白 因为马基的爱 他第一次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往后余生都想陪伴在他身边 马基虽然非常想回应 但他明白这段感情对杰米并不恭敌 在彼此的眼中 他们仿佛看到了未来相互扶持的许多年 也许在那时他们会年老体弱 也许在那时 马基无法再四处奔波 然而那些相爱的时光 早已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